晚上好朋友们 今天晚上这期故事呢 是咱们家一个叫金子的听友提供的 金子啊是来自河南的 他呢今天给咱说的这个故事啊 他在前面跟我强调了半天 他说我这故事算是我们村子里边 传的这么一件事 我们村里有一半人 觉得这故事传的有点假 感觉像是编的 但是还有一半人 比较相信这件事 所以这期故事 我没法负责任 因为在我们村子里边 就没人能说出到底是真是假 不过事情听起来特别邪门 所以还是想分享给大伙 金子是河南信阳这边的人 他说的故事呢 发生在他的老家 大概就是在2009年 10年的时候 金子村里边有这么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其实没什么特点 家里有三个儿子 俩闺女 剩下的就是正常的农村人 可他们家老大呢 可能是因为当初城里边那边工厂里边需要人 结果很早的就跑到城里工厂上班去了 然后没有几年 人家就成城里人了 后来很少回家 所以家里边呢 就剩下了老二老三 还有两个妹妹 老二比老大小好多 老三就更别提了 也就十六七岁 老二这会儿二十来岁 俩妹妹呢 就更小了 然后他们这家人呢 除了老大以外 等于一直在农村生活着 结果没有两年 到了2008年左右的时候 老二就要结婚了 然后当时村里边呢 就是也是帮忙找媒婆 给说的这么个媳妇 这小媳妇挺好的 外村的 长得也挺漂亮 人挺聪明的 打架过来之后 村里人呢 就跟他关系不错 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小媳妇 跟村里人关系混得不错 可跟他们家这个婆婆 就是过不到一块去 结婚之后 可能还没两月了 跟婆婆就大吵了一下 吵架的时候 小媳妇肯定是占下风 婆婆脾气特别大 追着小媳妇 在村里边闹腾 而且他们家那小叔子 就是老三呗 老三肯定也向着他妈 好像跟着他妈一块 要打他这个嫂子 然后就这样啊 老二一看这日子 过不下去了 结果就在村东头 那边弄了一块地 这地当时是跟村里边要的 自个儿花尽了钱 盖了一间房 房子盖到一半的时候 老二跟媳妇就搬过去了 等于就这样 跟着家里就分了家了 分家之后 前边还是吵 吵得挺凶的 但是没有之前 闹得这么严重 不过慢慢的啊 等老二跟他这媳妇 有了孩子之后 相对关系好了很多 村里人经常看见他这媳妇 领着自个儿的儿子 上他奶奶那 看他奶奶爷爷 儿子呢 叫奶奶爷爷 叫的也非常的亲 后边 但是也是不稳定 村里人还是说 他们家没事 会对着骂他 但是骂完之后 不像之前了 做大仇 老二再也不见面了 没些日子还能好了 不过所有村里边人 都比较偏向于他这媳妇 都搅着人家这小媳妇不坏 主要问题 在于他那个事 特别多的婆婆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着 家不常理不短的 哎 肯定也有争吵 也有正常的时候 大家慢慢的就都习惯了 没搅着他们家 会出什么大事 可结果 就在他们家这孩子 长到四岁这年 突然间的这么一天 他们家出了大事了 而且这事可不小 一下子他们家 死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分别是 婆婆 公公 和小叔子 死因是因为早晨起来 赶大急去 结果也不知怎么回事 半道上让一个翻了的 大卡车 给压在下边了 仨人当时事公公 骑着一个三崩子 结果这大卡车翻了之后 把这三个人 直接给压扁了 这事出的可太突然了 别说他们家人了 村里的人都接受不了 因为早起 还有人看见 他们家三口人 一块出去赶集 还跟村里人打招呼 甚至还问 村里的一个老奶奶啊 就是没人管的 这么个老太太 要不要带什么东西回来 可是结果呢 就再也没回得了村子 这事出完之后 对他们家来讲 基本上差点灭了门 亏了留了老大和老二 要不然这可就完了 可是出完事没些日子 我们这个村子里边 就传出邪事来了 而且这个事不是别人传的 正是他们家儿媳妇 但由于他儿媳妇 传出来的这个事啊 特别的邪门 再加上呢 婆婆生前跟他关系 不是太好 所以村里人不太相信 他儿媳妇说的话 但是我们村里人 有一半人呢 跟他儿媳妇关系不错 信他儿媳妇 所以这也正是金子一开场时 就跟咱说了 这故事没多大谱 首先特别玄幻 第二村里人半信半疑 那接下来我就给您说 他儿媳妇到底说的是什么 他婆婆出完事之后 儿媳妇肯定就得给婆婆出病 调校 跟着忙活 村里人肯定就得过来他们家 也跟着一块忙活 忙活头一天过去之后 后边得守灵守孝 那大伙就剩下空闲时间了 指定坐那儿得聊天 结果聊着聊着 他这儿媳妇就跟大家说着话哭了 大伙就以为他是思念他婆婆公公小叔子 结果哭着哭着 他儿媳妇就告诉大家说 我这婆婆呀 可不是一般人 这老太太可是够狠的 大家伙一听这话怎么说的呀 而且人都死了 就别说他以前那些事了 可是 这儿媳妇又说 嗨 我说的不是以前生前的事情 我说的他就是死了之后的事了 哎呦 村里人一听死了之后出什么事了呀 结果儿媳妇说 哎 这事说起来可就吓人邪门了 我妈出事这天呢 是早起九点多 还不到九点了 出的事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去急上了 我是十点不到的时候 带着小斌来到他们家 到了我妈家 我一看家里没人 我就要走 我估计是上急上去了 可是我刚转头领着小斌要离开 就看见我妈这大铁门推开了 结果我妈呀 就在院子里边喊我 我当时就叫着不对呀 这大铁门离着我妈站的位置好远了 这谁开的门呢 不过这是我自己家 又是大白天的 我也没想这么多 我就进去了 结果进去之后 我就发现我公公小叔子 都坐在墙角那不说话 像是三口人刚吵过架似的 你们也知道我们家老吵 所以我一看这个 我就搅着不能在这待了 看来他们仨有什么不愉快的 可是我要走 我妈不让我走 而且还领着小斌子跑屋里去了 结果到了屋里 没有一会儿 我当时挺尴尬的 我不知道干什么 我呢就听见小斌子在屋里边 就咳嗽的声音 而且咳嗽的还特别凶 我就冲进去了 结果冲进去一瞧 我婆婆喂小斌子吃花生 然后这花生卡小斌子嗓子里了 马上我上去就救小斌子去 我就把孩子拉起来了 拉起来之后 我看过那电视上说嘛 我就勒他这肚子 可结果我正累着半截了 小斌子算是刚好点吧 我婆婆在后边扒了我 我就说 婆婆你先别说 我说我得把孩子救了 这一会儿憋死了 结果我婆婆就急了 来我衣裳 然后我肯定就得回头看的 我一回头一看 婆婆拿着瓶农药 却告诉我说什么 说是给我买的喝的 让我把它喝了 我当时一看我傻呀 你这拿瓶农药 你让我喝我能喝吗 我就跟我婆婆数了 我说你这不能让我喝这个呀 您这是干嘛呀 造成起来的呀 可是我婆婆就变得特别的凶 就急了 就非得让我喝这个农药 我一看这个 而且这会儿小斌子也好点了 我拉着孩子 就从家出去了 出去的时候 我公公和我小叔子 黑着个脸 低着个头 坐院子里边不说话 我一看我也没闹腾 因为老二也没在家嘛 我就直接跑回家了 这小媳妇讲完这一通之后 大伙听完可就傻了 甚至有人没听明白 什么 你说什么 合着你这 是在你婆婆死了之后 约上的 然后这小媳妇指点头 并且跟大家说 是 我没敢跟我们家人说 我这不今天才敢跟大伙说的吗 结果 还没等我等着老二回来 我想跟老二告状的 但是 十二点没到吧 就传来消息 说我婆婆她们出事了 我当时听完心里边 咯噔一下 然后我还告诉小婢子了 千万别把奶奶这事 跟人烂说去 你们也知道 我们家小婢子胆小 很听话 她没跟任何人说过 你们要不信的 你可以问孩子 孩子 跟我一块遇上的这事 村里人当时听完再次傻了 啊 真有这事吗 但是 就打这女的 说完这事情之后 村里就像咱前边说的 分成两排 一派几乎都是老人们 这些老人们 肯定都像着小婢子她奶奶 必定都是老林老居的 都搅着这新儿媳妇 有点绿茶 表面上看着挺温和 实际上半地里边老干坏事 这女的不是好东西 甚至连老太太一家子 都死了一半 她还在这编着个鬼故事 但是村里还有一群人 是年轻人 这群年轻人没事 跟她这小媳妇打打麻将啊 撂撂磕什么的 关系混得都不错 他们都搅着 这老太太缺德 生前就不是个好老太太 死后干出这事来是正常的 她这些儿媳妇 没胡说 今天晚上啊 是咱们家一个来自山东的听友 提供的这么个故事 这听友呢 名字中带个剑字 咱们后边管他叫建哥 而且建哥呢 岁数挺大的 人家没有网名 人家的网名叫和家欢乐 所以说他说我就 那就叫建哥就行了 建哥呢 是山东德州人 但是建哥的妈妈呢 不是德州的 但是也是山东的啊 只是山东周边的 所以建哥的妈妈 打小是在农村长大的 然后今儿要给咱分享的 这个故事 就是建哥他妈 讲给他的 建哥妈妈说的这事 发生在好些个年前了 那会儿他妈还没嫁给建哥他爸了 现在他妈都70岁了 您算算 这得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那这个事呢 是有这么一回 建哥母亲的村子里边 死了个人 这人40多岁 但是打30多岁的时候 这人就受伤了 然后卧床不起 起不来了 结果呢 到了三十五六的时候 媳妇就跟别人跑了 就人家不可能跟个摊子呀 就走了 走完之后呢 本来有爸妈照顾他的 可是没照顾他两年 相续二老也离世了 结果到他40岁这年呢 等于就剩了这么个摊子 摊在床上 这男的有个姐姐 姐姐嫁到邻村去了 离他们村20里地的样子 没事回来照顾他 但是姐姐那边俩孩子 人家有老公 不可能见天陪着他 基本上就两三天 回来这么一趟 可是咱中国有句俗话呀 叫酒病床前无孝子 更何况这种姐弟关系 敢等照顾到这男的四十五六岁的时候 这姐姐可能就有点受不了了 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星期来个一趟 每次给他放好多吃的 放在那 就是让他别死了 那剩下的就是靠村里人搭把手呢 但是村里人搭手能搭到什么程度 就说白了吧 保证你最低的生命底线 可是一来二去 这男的他脑子没坏 在床上活的就脚着没劲了 结果到了四十七岁这年 这男的突然间的一天就开始绝食 你跟他说什么 他都听不进去 我就不吃饭了 姐姐一开始跟他急过 就那意思你不能这样 你得吃 但是呢 他可能是哭着 跟他姐可能说了一下 意思就是我这样活着也没意思 我这病好不了了 没救了 你就别管我 让我死了就完了 姐姐肯定心疼 但一看弟弟这个样子 估计啊 也是松下来了 也是认头了 所以后边姐姐还真就做得出来 还真就没怎么管他 但是这男的生命力极强 必定年轻 才四十多 没到五十岁 就这么杠饿着啊 干耗了有二十来天 不过到最后还是耗不住了 一天晚上有人听到他那屋里边 传来一声叫声 结果当时听到声音的邻居就说 完了 这人死了 结果等到转天 大家伙到他屋一看呢 没错 死了 而且死的时候 整个人啊 一米八的大个 也就剩下了六七十斤的样子 由于出这事的时候 健哥的妈妈好大了 也十好几岁了 记事了 他当时看见过这男的 就出殡的时候 他瞧见过 据他妈说说 别提多吓人了 人都没人样子了 估计俩小孩都能给他抬动 当时就到这个地步 健哥他妈妈还说说那棺材啊 就是买小孩用的那个棺材 把他就给埋在里边 你说这人当时得瘦成什么样 不过这家条件就这个情况 出病也没出多大 人就在村里停了三天 就下葬了 下葬完了 家里也没个什么人 也没人记呗 就弄了个坟地 就放在村里的那统一坟里了 放完之后 这事就过去了 大家伙念叨了些日子 但是格格一个来月 就把这事忘脑后边了 没人提了 可是 就到了当年过年的时候 大年三十这天 村里边有个老太太 这老太太是孤老户 有老伴 老伴早就死了 就打着本子打死的 然后就剩了老太太 一个人无儿无女 挺可怜的 那这种情况 到了三十这天呢 村里边就有这么一户有钱的 有人条件好啊 改革开放 跟上节奏了 成万元户了 就搅着得做点善事吧 然后给这老太太 就做了个鸡蛋 然后呢 又弄了点菜什么 弄了这么一大碗 让他们家儿媳妇 晚上六点半之前 就是还没吃年夜饭的时候 给这老太太端过去 并且在下边 还压了一张十块钱的红包 当然没包红包啊 就压了十块钱 可是没想到 儿媳妇端着这碗东西 到了老太太门口 结果就听见老太太 自个儿在屋里说话 而且说的这个话 她儿媳妇一听 当时在门外边 这个头发 就炸起来了 因为老太太在屋里边 在那儿叫 那小庄啊 你慢着点吃 还有 还有 你慢着点 别急 你没事就上我这儿来 你别上别人家去 上别人家去 人家害怕你 我一个老太太 我啥也不怕 老太太说的这个小庄啊 不是您认为的 她姓庄 咱们 比如北京人爱这么称呼 小刘 小张 小庄 不是这个 这个庄 是庄家地的庄 叫小庄的这个人 就是前两天死的那个 他小名叫小庄子 也不知道当时是取的什么谐音 但是全村就这么一个叫的 而且小庄子是头娘死的 刚死 这个出殡那天 大家都说 小庄子走好啊 什么的 都在那念叨 并且他儿媳妇也去瞧热闹 他知道这人就叫小庄子 那一听这个 他儿媳妇在外边 头皮能不炸 一下就炸了毛了 然后这碗吃的 也没给老太太端进去 谁敢端呢 把吃的就撂在门口了 门口可能有个破台子 就扔到上边了 扔完转头就跑了 可回家之后 他指定得念叨这个事了 而且吓得直哭啊 他老公脾气大 就是这这这女的 他他爷们脾气特别大 一听他媳妇念叨这玩儿 大年三十的 他老公就急了 不是你说啥玩儿说的 啊 大过年的 我爸妈在这儿呢 你哭啥 结果他男的一下唬他 这女的疯了 那当然不是真疯了 就是也急了 我都吓成这样了 你还说我 弄鬼了 有鬼 那完了 这女的这么一闹腾 这男的也窜了 当时这男的就急了 而且急了之后 火压不住 他把他妈都管不了 拉着他媳妇 搬那老太太那儿就去了 意思就是说 我得带你看看你到底有没有鬼 没有的话 我当着一会儿我就抽你 当时就是这个气势的 当然了 也都是一个村的 出去俩糊涂就到老太太家 可是万没想到 拉着他媳妇到了老太太家门口 老太太住那地儿有个小高坡 还没上那高坡了 就看打老太太家门里边 印出来个黑影子来 这黑影子骨瘦如柴 双脚不着地 慢慢悠悠地打门那儿出来 出来之后站定了左右看了看 然后朝着老太太房子的左边 刷就飘走了 当时他媳妇跟他这男的 俩人看了个满眼啊 马上他媳妇抓着他老公 就在那儿说 你瞧见了吗 你看见了吗 是不是又鬼 可是更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这男的您不能看 他在家里边特别厉害 特别猛 真一见了这玩 他比他媳妇胆还小了 哎呦我的 我的 结果他拉着他媳妇哭着 一块跑回家了 并且当天晚上 年也没法过了 因为这男的按照农村说话来讲 那就回到家就撒了衣裳了 结果当晚这事就闹大了 弄得全村人都知道了 然后村里边指定得有主事的 就是什么村长啊 或者是村里边能说会道的那些人嘛 就上他们家看来呗 大过年的你们家这怎么回事 不消停 然后一了解完情况之后呢 这人也逞能 行啊 你们就胡说吧 我上老太太那问问去 可是 你猜这人到老太太那一问 老太太说啥 老太太说 你们干什么呀 啊 活着 给他活活饿死了 没人管他 这死了 这死了上我这吃点东西来 你们弄这么些个人 上我这门口堵着 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再者说了 小庄子他妈跟我年轻时 这时候是姐妹 我比他妈大八岁 我们俩都拜过干姐妹 你说 小庄子这样 我帮帮他 我做的哪 不对了 好了朋友们 这故事说完了 老太太心好 但是 这两个逞能的 也高呛了 真的 这男的 我就听 就看咱听友写的这东西啊 前边我还以为 这男的多凶了 倒是得把这鬼给抓了 或者怎么着了 外面一想到 写到后边这么大的落场 要不说越是在家里边 欺负媳妇的 弄不好在外边 他越没本事 在外边真能就是 特厉害的 杀七个仔八个 管事主事的 我估计回家 弄不好给媳妇规则 所以有时候 老人们说的这个规律 咱真不能不信 你看 要不然这故事 不都这么写吗 那 今儿的故事咱就说完了 再见